港以治結婚結婚參加的貴賓 都準備禮物為新郎來選擇 在這個現場上跟引起大家注目 就是今年港以治政府 是第一次來送出金產資 因為民間是不說 以產資有幫助生產的意義 所以港以治政府是特別在三天前 就要送給新郎的金產資 送到廟人給助生牛牛先進頭前來記號 還在將接受過助生牛牛和持貴的金產資 送給現場結婚的新郎 以這個全門就好結婚的賀賣 後來這些新郎都覺得相當有創意 而且也很大事 客家當有十三貴族 而且上頭還有寫一個貴賜的金燕筆 廟宏和市府官員 信心在助生牛牛的新春頭前 上香氣好 在新春頭前三三年 每一個頂宿都不夠麻糊 就是希望收到這支金產資的新郎 可以在新春就添一個好好期 再生幾週 港以治政府去辦集團結婚 今年是特別為五十多的新郎 準備金產資 三天前就算到廟人來記號 在今天集團結婚當中 更知道由市長不明婚 陷信到市長康民在 作為送給新郎 現場的新郎收到這個 全門的好結條的賀賀 都感覺上當的大心又真有創意 我們很開心可以收到這一份金產資 我們真的很開心 希望以後下一屆的新人也可以繼續收到這一份金產資 謝謝 知道就是代表 生生不息 早生貴子 市政府今年最貼心的是我們在送給 每一對新人金產資 這個金產資是經過了 這份金產資 我們到自來的新的市長康民在 三個送給新郎 微波爐 愛新郎在你結婚後的生活 會記者要學習教我們 今年我們也謝謝所有貴賓有提供了非常精彩的禮物 當然像市長 許市長提供的是一個微波爐 在這一個微波 該加熱的時候加熱 該解凍要解凍 有很深的意涵 當然每一位貴賓的禮物都非常有意義 包括鄉親的塊塊生子的塊木塊子 風衣足食的油肌味在押陷電膏 還有代表的情比金錢的金票商品 貴賓送禮每次的都有好結條 就是希望參加婚禮的新郎 都能應有愛和 別逃得了 細心新聞專家賓翁先生剛以期 蔡宏伯德